先别管他了 俊婷啊 你的事就算是过去了 但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呢 以后记住了 不是自己干的事 千万别揽在自己身上 我是问五红冰怎么了 他犯了严重的罪行 我们县格委会决定逮捕他 来 杜叔叔 你不如跟我开玩笑吧 我能拿这事开玩笑吗 刚才打电话的 就是专案办的风车搭档 拖拉机 草莲子还有这些书 他都供认不讳呀 而且在口供上 签字花牙了 五红冰说这些书是 好了 书的问题已经定论了 以后不要再提了 再也不能提了 拖拉机跟草莲子 又是怎么回事啊 花儿啊 听没听见他们说啥 他们说话声音太小 我啥都没听清啊 娘 我觉得这不用听 这供帮这也是出事了呀 你想 这马川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爹又让小岚 把曙光从公社给叫了回来 这不明白这是出事了吗 那你去问问你爹 杀手吃饭 这 我不去 这个时候叫他 他又得骂我 那 沈子 来 坐 别着急啊 不管出什么事 指出他们都会想出办法的 这回啊 是真没办法了 怎么没办法 我马上去县里 把所有事全担下来 让他们马上放人 那你咋办 爱咋办咋办 眼下顾不了这么许多 救人要紧 再说 什么拖拉机 草帘子 还有书的事 全都是我惹的 怎么着也不能让洪斌他们 背着这个罪名 不行 你不能去 书光 洪斌的事 已经无法挽回了 你去了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没准还得把你打进去 能不能再找着李军廷 让他想想办法 把咱们的人先放出来 不行 李军廷已经帮我把书的事全担下来了 而且现在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个情况 要是他也因令今儿的事受了牵连 那我的罪过 不就更大了吗 这事咱别商量 我马上去县里 蜀光 你怎么不听话呢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我没法听你的 这事必须去 事搞成这样 都是因为我 我是主谋 如果现在我躲起来做琢头乌龟 那你说 我赵蜀光还是不是人了 你给我站住 mate 大开 志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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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丹 志润 你 丹 志润 你 别想我 志润 我没事 这就是憋了一天的火 曙光啊 听我的 别去了 万一 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咱破底村啊 就靠你了 你只是我的 你别这么说 我听你的 不去了 可是我要马上去趟仙城 找找李军婷 看他现在怎么了 这总可以吧 只要你不去县礼自首 干什么都成了 我答应你 是否停下车 你去哪儿啊 你没事吧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没事就好 我正想去县里找你呢 今天村里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带替你走 书的事 谢谢你 用不着你谢谢我 我问你 涂漫机跟草莲子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你都知道了 其实不是想瞒你 是不想让你牵连进来 这话我信 可是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比如说 不放心我 说白了就是不信任我 没有 没有什么不信任不放心 只是担心你 你年龄小 政治上的事还幼稚 加上你跟杜主任的关系 你要是知道了事情 万一说漏嘴 不是更麻烦吗 这话说得还比较诚实 对了 我着急又赶回来 是想告诉知书 红兵已经被逮捕了 刘江他们 也都被送到公舍版学习班了 还有马川 俊庭 这些情况 专案万的严主任 跟知书已经说过了 现在关键是红兵 他 他的情况有多严重 红兵今天也受了伤 在医院接受治疗 还有 他把村里的事 包括书的事 都一个人扛下来了 什么 估计 他得在监狱里 待个三五年 三五年 都是用我 我今天 本来想去县哥为婚 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 告诉他们这些事 其实都是我张罗的 与护兵他们没有关系 可是知书死过不让我去 他今天一直憋着 我刚才跟他争了几句 他都吐息了 军天啊 天下最要紧的是 把刘江和平阳哥他们 从公舍弄回来 以后现在村民还不知道这件事 可如果等到天黑他们还不回来 那村里肯定会乱套活 还有就是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看怎么样 能够奉兵建议 看看他现在到底怎么样 曙光 你回去帮志书 我们应该留将他们这边 我找杜叔叔试试看 师父 咱们叫我回去 婷婷 如果能见到红兵 你告诉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定等他回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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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救救马川吧 他要是回到东北 我这一个人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川的事啊 看来是无法挽回了 好在 他没犯什么重罪 最多也就是 审查审查 办办休息班 监督改造 翠花啊 要不 你就和他一起去东北 要不呢 你就在家待着 我不跟他回东北 我要是跟他回了东北 你们两个人谁照顾呀 再说我都已经怀上了 那我要是跟他回了东北 他家一个亲人都没有 这孩子的将来可怎么办呀 姑姑儿 别哭了啊 但就留在家里 先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 这件事 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啊 关键 看怎么下定论 那就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别折腾孩子跑来跑去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杜叔叔 刘江他们 都是跟我一块插队的北京之亲 自从认识以后 大家相处的就特别好 那平安哥就更不用说了 我救助他家 平时对我特别照顾 但凡有什么好吃的 都是先紧着我吃 杜叔您就帮我忙 把人放了吧 要不然 要不然人家家里人得急死啊 看来你对破底村 还挺有感情的嘛 是这样的 因为人家平常都特别照顾我 现在人家有难了 帮帮忙也是应该的 人家都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 就是想卖草帘子赚点钱 给村里打口井 解决水的问题 即便 即便是这事他做错了 那批评教育一下也就行了 咱这学习班就别办了吧 俊婷啊 你这个想法可要不得 卖草帘子是不大 可是他反映出来的是 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呀 老杜 这是在家 您别给孩子上政治课 说实在了吧 你们那些做法我也看不惯 现在老百姓 过日子够不容易的 你胡说什么呀 谁过日子容易啊 你现在不这么过行吗 好 我不跟你争 你就给句痛快话吧 到底放不放人 你看这孩子急的 您就您就您就看在您跟我爸做您的情意上 您就帮帮忙吧 帮帮忙吧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孩子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怎么呀 让他们办学习班的人是我 下令放人又是我 我这个当领导的 他有点水平没有啊 要我看 你要是真把人放呢 那才是有水平呢 人家老话怎么说呀 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咱们红色政权 靠什么继续革命啊 那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 对不对 这个道理 也不知道你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 杜叔叔 我就算代表破底村所有村民 我求你了 你看看你看看 你就答应我吧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 来了孩子 杜叔叔 我不用这样 不就放个人吗 好好好 喂 我是杜中成 给我接东方红公社 喂 老吴啊 是我 今天县里头 是不是给你送了几个人呢 对 破底村的 把他们放了吧 让他们回去以后 每一个人写一个书面检查 要深刻 要触及灵魂 要保证 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 好 那不用了 马上放人吧 放心了吧 对了 杜叔叔 那还要马川呢 这个问题 没有商量的余地 马川必须遣返原籍 那我还想看看五红兵 现在不行了 等过一段吧 他进了监狱再说 俊廷啊 今天天不早了 就在阿姨这儿住吧 嗯 直叔啊 我们回来了 杨哥 快进来 直叔 直叔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我 平洋哥 马川没跟你们在一块啊 马川 啊 这 他们派人 把俺们送到公社之后 俺们就回来了 马川没回来 这 清花 清花姐 我去看看 这 直叔 那马川他 先不说马川的事了 你们几个回来就好啊 要不然 我死的心都有啊 你们几个 都没挨打吧 就算是没挨打吧 反正 退退嗓嗓是少不了的 好 那就好啊 直叔 这才一天的时间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平洋啊 家里人都等急了 你快快回去吧 平洋 没啥大事 你们赶紧回去吧 那行 直叔 那回去了 回去吧 你去那屋啊 劝劝翠花 我跟直青说几句话 那你有事叫我啊 好好好 去吧 快坐吧啊 坐 都坐下吧 啊 今天呢 让你们收回去了 我 对不起你们 对不起你们父母啊 直叔 该负责任的人是我 您就别再说了 我好歹啊 也是直叔 这该担的责任 就得担哪 你们听我一句话 今天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洪斌的事啊 你们谁也不许 再跟县哥委会那帮人较劲 我就是喝出去一切 也要跟他们理论到底 死活都不能让洪斌 老背着一个 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啊 什么 现行反革命 叔叔 这到底咋回事啊 到底怎么了 这事儿 回去再说吧 志叔 我代表他们几个 肯定保证了 绝对不会因为今天的事 再跟那些人矫情 好好好 你身子不舒服 先休息吧 我们先回来 好 快去吧 志叔 你先歇着 来 走吧 走吧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乱 我听你的大姐意思啊 他们农农农就完了 这也是他们干的啊 我 这也是那帮孙子干的 全没了 这帮姑贵王不丹他们是人吗 啊 说打就打说抓就抓 我们做什么坏事了 卖草帘子不是集贫下中农所集想贫下中农所想吗 非要跟我们偷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不说 还硬要关起来办学习班 今天这个仇 老子记下了 冬风吹 战鼓雷 现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一旦有机会 老子一定要报仇雪恨 你想干什么 知识的话全忘了吗 报仇雪恨就凭你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李军廷 现在你也出不来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是至精点队长 你说怎么办 一个字 忍 忍 人家都齐在咱脖梗子上拉屎了 怎么忍 五红兵已经被打成了现行反了命 我们俩是光彩吗 我们还有脸回家探亲吗 你能忍 我忍不了 我发誓 我一定要串联全县的北京之心 把他们捏造罪名 迫害咱们的事 闹到上那去 闹到中央去 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来啊 你要什么呀 来啊 干嘛这是 你说你要什么呀 我怎么就跟你们住在一起了 发誓懂不懂 敢于跟我同仇敌开的人 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来 发誓了啊 发誓了 你们装重一点好不好 这是一种非常神圣的方式 是 曙光 你加盟还是不加盟 不加盟 好 不加盟好 你不加盟我们的意志 反而更加坚定 好 干什么 我过来 我跟你过来干嘛 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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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多久 那两个小饼 玩笑 他就在哪里 有点 我去玩笑 不够 那是 这都 로 暂时取消 其实啊 还是冷静点的好 冷静吧 叔叔 刚刚你跟刘江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睡吧 来 等你口感睡吧 熊光哥 熊光哥 特别 熊光哥 怎么了 不好了 这时候刚才通了好几口血 会倒了 真的 走 走 子花 沈子 废花 熊光 这可怎么办呀 别着急 咱想办法 醒来 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 那你赶紧送现医院 不能这么干耗着呀 我跟翠瓜事故好几次 每次把他扶起来 他都能醒 还说就是死了 也不浪费村里一分钱 这怎么是浪费呢 我去试试 沈子 我们打算送知书去现医院 他这样老是昏迷着不是好事 他脾气去就是不去 让我们来 帮忙 这 这 这 来 来 一 二 三 慢点 来 一 二 七 慢点 慢点 你们这是干啥啊 知书 我们送您去现医院 快 我不去 谁要非要送我去医院 我死了都不会原谅她的 知书 知书 你去吧 去她吧 你就去她现医院吧 不说 你也想气死我啊 我 老头子 你就听曙光他们的吧 我还没死呢 说话就不听了 知书 让我谈验 他实在不想去 就别强求了 放下吧 让他躺下 躺 慢点 来 来 来 知书 您这样 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了 再加上 一火 一急 就内火攻心 躺两天就好了 晓岚 你王大爷来过没 在家呢 身体也不太好 我就没敢告诉他 要不 我现在把他叫过来 好 就别叫他了 把桌子上 那个盒子拿来 别 把他交给书光 是王啊 咱村这点钱 都在这个盒子里装着呢 还有这几年的账 你王大爷和马川 一块管着咱村的账吗 万一我有个三创两短 就让你王大爷 把账目写出来 贴出去 让大伙儿都看看 我呀 没看物过 没挪用过 在公款公务方面 我是一清二白呀 大爹 你说这些干啥呀 老婆子 我有时候啊 心情烦躁 给你发火 以后呢 我改 你别生我气 我啥时候跟你真生过气啊 我啥时候跟你真生过气啊 崔花 以后 不管怎样 都要好好活着 都要好好活着 啊 你说这些干啥吗 我想烫舒服点 给我拍拍枕头 好 好点呗 舒服多了 我睡了 我下了 我下了睡了 我下了睡了 这说来了 任她先歇着吧 你先回吧 有事再叫我吗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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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事啊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怎么了 你想想 我是你们队长 智初又那么信任我 所以你们档案中有什么情况 我基本都了解 而且其中有一些 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真希望你是在骗我 你也不必有太大的自想负担 以前 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完全是红色的 我真没想到 我的答案里也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书光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不可能 我不能犯这样的原则性错误 我只能说 如果以后 再遇到你情愈冲动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刚才那样 提醒你 你照这么说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加热给我做人了 不这样 也不必加热给我做人 只不过 遇到情愈冲动的时候 要有足够的理性 让自己冷静下来 行了 我去睡吧 坡底村的党支部书记王长和 突然病故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呢 就是要在坡底村 找出一个党员干部 临时代理这个党支部书记 刚才啊 有的同志建议啊 把坡底村的党支部 合并到邻村去 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 如果我们把党支部 合并到邻村去 那么就会有人说 我们在组织建设上 丢下一个空白 在组织工作上 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我们连一个基层党组织 都建立不起来吗 那么 谁合适担任这个职务呢 汪长和去世以后 他们村的党员 就剩下两个了 汪丛山是前任党这部书记 年龄大了 再做党这部书记 显然不合适 那就只剩下北京知青赵曙光了 我提议啊 让赵曙光来担任这个党这部书记 坡底村 刚刚出了件大事 他们村的知青五红兵 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了 如果我们让赵曙光担任党这部书记 我们就可以在坡底村推出两个 正反不同的典型来 从而以事实证明啊 我们县在抓知青棍替上 是实事求是的 是一分为二的 是知人善认的 小天啊 你辛苦一趟啊 去一趟破底村 你找赵曙光谈谈话 把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 和大伙集中讨论的焦点 都传达给他 传达清楚 你告诉他 县阁委会 对于坡底村新的党支部 给予厚望 这便到处理事了 说得来 在中国所以呢 麻烦你啊 rican 到了那边 好好歇着 家里的事 有我跟小姐 还有曙光他们 你得别参信 哎 俊庭 他们找曙光谈话到底什么事啊 我听说 他们是想让曙光临时代理破底村的党支部书记 这能行吗 那怎么不行啊 好事啊 说不定咱北京之清从此就站起来了 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别忘了 红冰可是被打翻在地了 李俊庭 李俊庭 你神通广大 要不红冰的事你再帮着给想想办法 眼下是没辙了 以后再说吧 对了 俊庭 还真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们还在公社办学习班待着呢 对了 曙光当书记也有你的功劳吧 绝对没有 谁知道县割委会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个 县割委会啊 得知情况以后啊 马上召集有关部门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上呢 大家一致认为 我们县割委会 针对破底村做的每一项措施 都是正确的 啊 这个王长和的死呢 跟我们 县割委会 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长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只能说明 他的革命修养不够 不能正确的认识我们 县割委会的做法 赵书光 你知道吧 他只要是个村 他就得有职部 他就得有职书 那么我现在呢 代表县割委会 正式宣布 由你 从今天开始 担任破底村 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当然了 对王长和的事情呢 我们县割委会呢 也表示遗憾 但是我们郑重的声明 也仅仅是表示遗憾 赵书光啊 赵书光 所以你呢 要对我们县割委会啊 做一个承诺 就是你要 说服村里的群众啊 不要搞集体发送 也不要开追悼会 人不是都已经死了吗 赶紧埋了吧 是吧 那个我说了半天 你都记了没有啊 记了 重点部分都记了 既然任命我为代理之书了 那么 我首先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信任群众 尊重群众 我们破底村 都是贫下中农 正宗的革命群众 所以这个追悼会开还是不开 我得征求他们的意见 你 我已经是贫下中农 我那不聪明 不得了 你以后 你以后 是吧 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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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你呢 我以后 我以后 你以后 我以后 你以后 好日 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更能够回忆起 他对坡底村的热爱 他曾经跟我说 他常常梦见 咱们坡底村 真的过上了好日子 为了这个梦想 他承受了许多 难以承受的事情 虽然他有时候 显得不尽人情 但是我们都清楚 他的内心是在保护我们 还有的时候 他显得没有主张 胆小爬式 我们也清楚 那是因为在很多权势面前 他实在无能为力 直说 咱村的知情 让我代表他们告诉你 从今往后 坡底村和北京 都是我们的家 坡底村的乡亲 就是我们的亲人 只要是对坡底村好的事 我们都争着去做 对坡底村不好的事 无论什么利益 诱惑 摆在面前 我们都不去做 志 Jamaica 黄芳 来 内 内 爹 爹